有一个神仙保护着这个小包子 当时这位神仙就对九卧姐说 您可以把这本书拿回去抄写 但是只有一天的时间 能抄多少就多少 过了今天就没有机会 于是九卧姐就赶紧叫来 适者南卷博等人一共四个人 抄了整整一天 因为时间仓促了 而且纸墨也不够 虽然有些潦草 但是绝大部分都抄好了 剩下一点点没有抄完 不管怎么说 最后九卧姐把文献还了回去 然后把手抄本交给了南卷博 吩咐他说 这部书的守护神有点厉害 你一定要看管好 而至于这位于潜女的事情 他却只字不提 直到有一天 九卧姐突然说 那个于潜女 云际了 我看到很多天神过来迎接他 南卷博就问 什么于潜女啊 谁啊 主姐说 就是那个街头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那个风雨啊 于是南卷博就特意跑去街头 发现那个于潜女果然刚走不久 那么这部文献就是一部 福藏法 现在我们还能看得到 所以呢 第一圣蒋公康主任伯奇所写的 白福藏师传记当中呢 阿底下军者也被类为福藏师之一 当然了 关于这个福藏法呀 有许多许多非常神奇的故事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讲 就这样 九卧姐呢 大概拉萨呢 呆了一个冬天 春暖花开之后呢 我抢救主念 迎请他前往圣地扎野八 在那里呢 军者传授了一些灌顶 而且翻译了很多密教的成就法 据说呢 也正在这个地方 他讲述了著名的嘎当祖师 问道路 接下来呢 不久之后 九卧姐一醒人呢 再次启程 前往野塘 所以呢 九卧姐人生的最后的时光呢 基本上都在野塘度过的 那个时候呢 很多人听说 九卧姐住在野塘 都不远万里 慕迷而来 其中不法 很多名师大德 当然了 九卧姐的弟子 大人物 哭堆也来了 而且呢 还有很多在家人 密宙士等等 总之呢 形形色色的人呢 都敢来 此地 于是呢 九卧姐呢 就按照每个人不同的需求 给予不同的教授 但是呢 总的来说呢 对僧俗二众 讲说最多的 还是归一法 归一界的利益 还有相关的学处等等 所以呢 这么一来呢 大家在私底下 又把九卧姐的名字 改成了 归一诗 这段时间呢 藏地很多的名师 都来到了这个野塘 他们纷纷 请求九卧姐 广说 波瑞巴千诵 那九卧姐呢 就问大家 你们想让我 让我知道的这个内容范围来讲呢 还是以经典的内容范围来讲呢 众人答道啊 就按照这个经典的内容范围来讲吧 于是呢 九卧姐就只是按照内容的范围 非常简要的 大概的讲了讲而已 很多的名师就听了之后呢 就十分的不满意 有的甚至就离开了聂堂 人们都说 这也讲的太简绿 太简短了 当时呢 据说在场的纳索医师 有点像是开玩笑似的 对库敦说道 九卧姐呢 教授口诀方面的确厉害 但若是讲经论道 还是比不上您呢 库敦一听呢 马上说道 说得极是 讲经论道 还是老自我略胜一筹 不管怎么说呢 大家好像对这个九卧姐有点失望 转敦吧 这个时候呢 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心有不甘 所以呢 就再次请求九卧姐 请按照您知道的内容范围 再讲一次吧 九卧姐就答应了 于是呢 这一次呢 九卧姐讲得非常的仔细 想尽 众人一听呢 毛色顿开 交口称语 都说九卧姐果然名不虚传 后来呢 有人把这次波日讲说呢 做了笔记 所以呢 这个讲说的传承 就保留了下来 叫做康派波日 那么大概就在九卧姐 七十岁左右 也就是晚年的时候 他基本上 已经不太会去讲法了 只是偶尔说一些道歌 这些道歌呢 后来也有翻译成了藏文 那么闲暇的时光里啊 九卧姐会在他住所周围 走一走 转一转 看着花花草草 山山水水什么的 他尤其十分的赞叹西藏的水 这么的这个清澈透明 他说在西藏累积福德 只需要供水就足够 印度气候炎热 没有藏地这样清凉的泉水 所以呢 九卧姐基本上每天都会供水 其实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供水 供杯的这个传统啊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嘎南派的 九卧姐就这样 每天散步的时候 有一天 就想起中卧姐就想起中卧姐说过的话 涅塘的花连冬天都会开 于是呢 他就问中卧姐你说冬天开的花到底在哪里呢 中卧姐就给他看了一种叫做次力的食物 这种这个次力啊 其实应该算是果实 不太算算作花 长得有点像是带次的黄杏 反正呢 反正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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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他看了这个次力 就我去一见 就说 好吧好吧 只能勉强算 你没有骗人罢了 不过呢 那在藏地的确有一些特别漂亮的花 是上好的供品 虽然 你把不是花的就东西呢 就是当场花 当当当场的花 看来你们很喜欢花嘛 那么我会加持这里 将来能够长出很多的花 所以呢 从此以后呢 直到现在 鸟汤长出了很多以前没有的各种各样的鲜花 九卧姐呢 不仅这个喜欢花草啊 而且呢 也特别喜欢小动物 每天在溜弯的时候 他都会跟不同的小动物聊天 比如说 他对着小鸟啊 就问人家 请问小鸟 你今天好不好啊 等等之类的这种各种对话 而且他尤其是喜欢小狗 经常呢 就把这些小狗呢 抱在怀里 一边抚摸 一边说 小狗大人啊 今天好不好啊 这辈子投胎成了这样 都会以前做的不好 所以要记住 然后呢 库顿呢 旁边看到就说 上师啊 你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做个大人物 九卧姐一听呢 立马说到啊 我才不要做什么藏地的大人物 就会损坏我的慈悲心的 那之后之后呢 就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 就是不久之后 阿迪西亚洲 就是卧病在床了 那个时候呢 就是很多人 为他修法起伏 而他本人呢 只要见到一次本尊 身体 状况 就会稍微好起来 但是这样 反反复复啊 很多次之后呢 九卧姐的这个身体呢 终于还是 一日不如一日 所以后来这段时间呢 他说的很多的法呢 感觉就像临终一言一样 不管怎么说呢 在你他的这段时间里啊 九卧姐和纳索医师呢 一统翻译了很多闲密的典籍 而且呢 长久以来呢 九卧姐在藏地宣讲的很多法 都是纳索医师的这个支持和请求之下 才实现很完整的 完成的 所以可以说是纳索医师是 九卧姐在藏地最得力 最形影不理的医师 所以呢 人们呢 对他尊敬有加 管他叫阿舍里 也叫 也就是师父 基本上呢 尊敬他的这个程度啊 跟对这个九卧姐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纳索医师可以说是九卧姐在藏地啊 最早认识的人之一 在很早的时候 有一次在尼泊尔 他们刚认识不久的时候 九卧姐对这个纳索医师说 有一位拿罗巴的弟子 就是一位班智大 叫做 嘎拉 他有一些龙树菩萨传下来的密集金刚的口诀 我一直呢 都很想接这个法 但呢 始终没有机会 于是呢 他就嘱咐 纳索医师在尼泊尔安排一个人 想办法找到这位班智大 然后呢 就在尼仓 九卧姐卧病在床的时候 尼泊尔那边传来了消息 说这位班智大现在在尼泊尔 于是呢 这个 纳索医师呢 就马上把这个消息呢 传达给了 九卧姐 九卧姐说呢 我已经很老了 没有力气再去听法了 再过大概十个多月啊 我就会去斗帅天 在弥勒菩萨坐前听法 虽然我们两个已经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呢 无始以来呢 我们在轮回当中都是独来独往的 所以呢 也没有办法一直在一起 不如呢 你现在就走吧 去尼泊尔街这个法 不要留在我身边了 听他这么一说呢 纳索医师呢 就是声泪俱响 一再的请求 九卧姐让他留下 但是呢 最后 九卧姐还是说 是你把我请到了藏地 我的法脉呢 你都全部了如指掌 虽然看起来呢 你现在不应该离开 但是呢 学习大乘佛法 总是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所以你还是早做准备 早点启程比较好 在此之前呢 你要先多做一些广大的供娘 然后呢 向我齐请吧 大概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 从尼泊尔那边回来的两个人 又伤心说 那奔之达呢 就快要离开尼泊尔 回去印度 九卧姐得知之后呢 就对纳苏医师说 来生呢 我会投生到这个斗帅天 名为清净天子 那等我离开 在离世之后啊 您就 您会绘制一幅我的画像 在他这个开光的时候呢 我会回来的 从斗帅天来到这里的 我们会再见面 无论怎样呢 就当时的这个纳苏医师呢 就心里都是万分的纠结 百感交集 一方面呢 就担心那位伴之道 回就是 回了这个印度之后 就更难领受这个传承 另一方面呢 又担心自己一走呢 九卧姐就圆界了 万般为难之下呢 人多日渐消瘦了下来 最后呢 还是九卧姐帮她做出了决定 让她即刻启程 启程前往这个尼泊 所以可以说是 纳苏医师呢 可能陪伴在这个九卧姐身边 时间最久的一位 在她后来撰写的一篇 对九卧姐的赞颂当中呢 是这样说的 在我医治您的这十九年当中 从未见过你的身与异 有任何问题 或者不妥当之处 那么关于这个纳苏医师 没能陪伴这个九卧姐 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 这个啊 这件事情 后来这个嘎丹派 有些人认为啊 嘎丹派这个纳苏医师呢 太不讲义气了 没有守住三明耶 类似的一些说法 总之呢 有点像是指责他的意思 但是呢 后来嘎丹派著名的善知识 夏拉瓦大师 就批评这些人说 我们现在能够有这些 这些许的这个福报 都是源自纳苏医师的恩德 所以呢 我们这些嘎丹派的人啊 都是太爱说三道四 搬弄是非了 不管怎么说呢 在九卧姐快要这个源祭的时候 很多弟子都聚集在一起 不知道谁会来接这个尊者的一波 当时呢 纳苏医师就说 虽然我说不准 但是我学过的所有的法里面 都有过这样的教导 我们得到的所有的功德 无论是大小 全都来自于上师 那么在城市上师这方面呢 我想没有任何人能比 专丹派做得更好 所以呢 说要接一波的话 我想它是最适合的 这么一说呢 就很多人就表示赞同 据说当时大人物 有无哭顿呢 也在场 他就说 怎么可能接这个尊者的一波 要论接一波 也理当有无哭顿大爷来接才行 后来呢 九和节临终 之时呢 把一些比较亲近的弟子 都叫到跟前 一一叮嘱 尤其是对南卓巴 广包网二人呢 特别嘱咐到 你们后半生呢 不要离开转丹派 他们两听了 就觉得奇怪 同时师兄弟 为什么我们去 要去医治转丹派呢 求我解释他 因为我会加持他 随后呢 随着又把转丹派叫到跟前 转丹派呢 见这个求我解 时日无多 难掩心中的这种悲痛 对求我解说道 如果您不在了 那我还能医治谁呢 求我解说 我走后呢 你要以经典为师 而且呢 在还没具备 这个神通之前呢 不要做太多利益众生的事情 另一方面呢 你要尽量的去弘扬佛法 但你要知道 佛法的心圣在于僧团 僧团的心圣 在于每一位持戒的僧人 所以呢 将来你要努力的 培养更多的持戒僧人 那么为了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环境 您就需要建立一座寺院才行 我们对吧 听到这句话 压力深大 觉得肩膀上的这个担子 一下千斤重 立刻说道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一来呢 我没有这样的能力 二来呢 我就是一个在家居士 三来呢 我也是两袖清风 所以呢 您的这个要求 可能很难做到 这时候呢 就是求我解说 你不必担心这些 就尽管放手去做 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帮忙 那九五姐都这样说了 怎么对吧呢 也就不敢再推辞了 只好答应下来 然后呢 她说 希望来世能够再见到你 九五姐点了点头 之后不久呢 九五姐就这样圆祭了 九五姐圆祭之后呢 曾经有人问过她 圆祭之后 要如何处理比较好 九五姐说 涅槃经里面 怎么处理佛陀的遗体 就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就可以 所以呢 九五姐圆祭之后呢 就在免堂火化了 火化之后呢 就会有骨灰嘛 于是呢 趁着大家都在吃午饭的空档 库墩呢 就拿着一个铁夹子 走向这个火化壶 火化那个炉 说到 说到要是我现在不拿的话呢 等会儿 中文的人就会把全部拿走的 这样一来呢 我就分不到一点骨灰了 所以呢 她就趁着大家忙着吃饭的这个功夫呢 抓走了一把 九姐的骨灰 后来呢 她也用这些骨灰一点一点做了很多的擦擦 放在藏地许多不同的地方 正因如此呢 九五姐的这个设立啊 啊 才能够遍布整个藏地 所以呢 这也必须啊 感谢库墩的功劳啊 那么 至于后来 怎么分配给大家 九姐留下来的佛像等等遗物呢 我们今天就先不细讲了 所以呢 这个阿底下尊者的医生呢 非常概括的来说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如此 当然呢 她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成就事迹和维业 我们都没来得及细讲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呢 讲到这里呢 大家应该不难体会到啊 阿底下尊者是绝非凡人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 她就是一个 印度和藏地的佛法当中 最重要的一位大德 从佛法事业来讲的话呢 她是后来无数高僧的伟大恩师 传承大师 从个人的羞耻和品性来讲的话呢 她是一位无比调柔慈悲 心怀一切众生的大成就者 我们记得 在后红旗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整个藏地的这个佛法 可以说是群魔乱舞 一片狼藉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阿底下尊者呢 虽然已是年过半百 但是呢 仍然一无反顾的背井离乡 来到了偏远的藏地 教给了藏人正性的法教 规范了戒律 整治和肃清了整个藏地的佛教 的气氛和环境 她先是把最基础最根本的佛法内容 因果和皈依细细的讲给了藏主人 然后呢 又次第的宣讲了菩提心的修行法门 所以呢 直到今日呢 无论我们跟随的是藏传的哪一个宗派 哪一个传承 刚开始入门和实修的时候 我们最先接触的皈依 以及后来学习的转新司法 或者说是四共加息 也就是人生难得 因果业力等等 这些内容呢 大都来自于噶当派 也就是阿底下尊者留下传承当中 还有呢 所谓大乘法教的根本 也就是菩提心的教授里面 比如说因果七支也好 自他平等也好 自他交换也好 这些法门呢 所有这些非常系统有步骤的修行方法 也都是阿底下尊者留给我们的教授 不仅如此呢 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与其他的佛教宗派 非常与众不同的一点 就是他所强调的一种 大小密三秤兼修的修行方法 换句话来说的话 藏传佛教绝不只是专注于学习大乘或者密秤 而是要求我们把三乘所有的法教全部融合到一起来修行 而这些将所有的教法毫无遗漏全部融会 而且呢又使其不相违背的独特的修行方式 也就是深受阿底下尊者的影响 换句话来说的话 今天的藏地能够发展出这样一套完整全面 而且融会贯通的修行体系 很大程度上都是尊者的功劳 虽然呢 卓华吉当年并没有在藏地广传秘法 但是呢他的这种佛行事业 以及他留给后人的法脉传承 丝毫不会影响他对藏传佛教的这种贡献 和他在藏传佛教当中的地位 直到后来呢 藏传佛教能够根基稳固 新生发展 并且广传也都和阿底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纠结他本人的性格和为人 当然呢 他本来就心地善良 然后呢 加上他对这个菩提心的羞耻 可以说他的这个慈悲 以及菩提心的这个教授 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藏族人 可以说是流进了藏族人的血液里 千百年来呢 就算是那些在藏地不识字 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 完全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老人家 也都能够心怀众生 时时刻刻为了一切如母有情 而去不断地去祈祷 而去不断地去祈祷和祝福 他们对所有生命的这种尊敬善意 这种发自内心最深处的 无限广大的慈悲心 我想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求解的影响和 他留给藏族人的无限的加持 如果说藏传佛教的这个乾红旗 有祭虎大师和莲花圣大师这样的大德 那么可以说阿里夏尊哲就是后红旗的奠基人和里程碑式的导师 虽然他没有像莲师一样展示种种的神通变化 但是他的慈悲善良调柔智慧和海纳百川的这种胸襟 又是另一种不可思议的视线 也是这个世界上万劫难遇的一位大师 同时也是值得我们生生世世去学习的典范 如果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见不到文殊菩萨或者观音菩萨等等这些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菩萨 那么我想可以这么说 阿底夏尊哲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观音菩萨活生生的一个化现 其实观音菩萨是谁啊 他并不一定是一个特定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神 实际上他真正的意义是菩提心的化现 或者说是把菩提心人像化了而已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的心念完全就是菩提心的话 那他就是观音菩萨本人 如果每一个人都生起了菩提心 那么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本人 如果说有一个人只是在某一瞬间生起了菩提心 那么那一瞬间他就是观音菩萨 所以说实际上阿底夏尊哲 他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展示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热腾腾的菩提心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菩萨并非远在天边 他可以就站在我们面前 他也可以完全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当中 所以说菩提心并不是一种理论或者书中的一种道理 它是一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生起的心 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人生的准则 也可以成为我们每天活着的一种心态和思想观念 总之呢我们可以看到 往昔不同的这些大德 他们的这种性格和作风 并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呢 他们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展示给我们佛法的真意和修行的要领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一直看到这些大德们 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这种慈悲和那些身体力行的教导 那么我们哪怕是仅仅学到了一点点 我想都会终生受用 甚至因此而有所成就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再多讲一些阿里夏尊者的故事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 今天呢已经说了很多了 我自己也很累了 所以就先讲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 接下来请收看 《佛学问答》 《佛学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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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要去认识 像失误这样子的人 才好 我是很特立独行的人 特立独行本来就不太在意 别人有什么想法 孤独很好啊 我一生孤独啊 我是独子 我独到底 我没有兄弟姐妹 后来我爹娘都离开我儿去 是不是这样子 那个陈丽花老是跟我攀亲攀故的 说她是我姐姐 我什么一点感觉你知道吗 说实在话 实在她自己在那边说 这样子 对啊 因为没在一起生活过啊 是这样 我这样讲好像很无情 我是大家的 我跟你们的熟悉 搞不好跟她熟悉超过 你懂吗 她老是会有那种感觉 你懂吗 像我弟弟也是 我双胞胎弟弟也是 你看她给基督徒 她居然能够说 师父 在这个地球上 只有我们两个最亲啊 哎呀 他都告诉你 我那个心里跳了满地 是这样 我当然很感谢 他对我有这样不见外的看法 但我是一切众生 看起来好无情 对不对 其实最有情 最有情 他坐在那 陈丽华坐在那 跟你们坐在那 在我的感觉 一样 是一样 这样了解吗 所以OK的 当然了 爹娘还是 我们还是知道 她就是那个 我娘生的女儿 OK的 你懂吗 我们不会忘记 这个事实 仅止于这样而已 在意义上 如果她将来往生的 多给她念两句佛会 是会了 是这样子 人情上还是会了 这一段因素 不要剪给她看 但给别人看没关系 这不是无情 这就是觉得 感谢有这段姻缘 有这样而已 好吧 所以你的学地面 其实很OK的 我们需要孤独的人 这个世界需要孤独的人 真的 孤独而认识自己 而能够成长自己 很OK啊 从事销售类的工作 中公司的产品 宣称的效果 自己其实很怀疑 那么因为受了五届 有时候因为业绩的需求 所说的话都要照教材的刷 话述说 是否应该 迟迟不忘于借而不在 从事销售工作 这一点呢 要分几个角度说 有的角度是 它真有那个效果 只是 因人而易之 因为有的人的体质 这 这个什么呢 这个我们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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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脏之寒 并非是一日所成的 这个 多久的 这个 这个是冰山的冰块 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那当然 你那个东西真的还是有效 但确实不是对他这种已经 身体状况这么糟 这么不平衡的人 这个 能够 能够调整 第一种原因 第二种原因是 任何的营养 看来是营养食品 因为你讲的是 是销售 这个 也可能是药物 任何药物或营养食品 基本上都不可能走全部 很难 很难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疾病有各种因素 我们的身心有各种因素所造成 所以说你不可能单一的营养素 造成你全部的身体健康都一起一并解决 有时候把你解决到一程度 以下的反应就有限 也有 第三 他身体状况就是平平 你给他吃了 他还是平平 包括你自己在内都可能平平 这个时候当然会说是无效 第四 他就真的无效 对不对 你假装有效 当然这是麻烦 只有这第四种情形 才需要你离开那个工作 懂吗 那么前三种情形都不叫做你欺骗 只是说你在说的时候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讲说 这些真的是有人很有效 那我们真的有人感觉有效 你也真的看到有效 这个不是话术 如果真的有人印证 你们一般来讲这种销售产品都会有人出来印证 出来印证如果有电话 或者你公司内部能够得到这个人的讯息 你可以真的问一下 说这个写法会不会太夸张 这是写你 你说因此这样就好了 你吃的这个效果 晚上睡觉都能够燃烧脂肪 吃了三个月 吃了一个月之后 晚上睡觉燃烧脂肪掉五公斤 确定吗 没有了 四点五公斤而已 那四十二五路说五公斤 这样我觉得还勉强 可能你这个加减零点五公斤 我觉得还可以过 但是根本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拿小的拿我的名字拿去写 那真的有问题了 那你可以再问第二第三人 如果这都没有效果 那当然你就不要再做这个工作了 是这样 那有些情形是对些人有效 对这些人没有效 是这样 那这个的当然就不完全说 这个公司的产品在骗你 也不全然 我说过是要真正印证过 那当然了 现在有种科学观念是说 印证前要这样测量 印证后要这样测量 多久要怎样怎样怎样测量 当然这更加精准了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能够在一定意义上 这个找到了这个可验证的人 那么验证的结果确定是说 有这个事实 这样即便是没他说的那些 内部教材这么强大 那你也可以在说的时候保留一下 这样子你还做这个生意 还是可以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太暴力呢 可不可以做 这里就很难说了 有人就来骂 我从来不吃直销的东西 这暴力 是这样讲 那个人真的确实也可以这样讲 但是暴力不意味着假 只是他赚多而已 这里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就有遇到我们 我们是你的师傅 他现在在参学 他就真的喂猪血 他真的没有去给医生看病 他就吃那个我们的居士提供的所谓影响品 营养品 你不要问我是什么 这样涉嫌做广告 我真的不能说 但他就真的吃那个 真的就好了 好到活跳跳 他现在还是那个大陆参学 病厌厌还能活着回来 很厉害了 是这样 他就是基底有调回来 但有人就是不能吃 我就拿了再贵的给他吃 他就是不能吃 我问他说 为什么不吃 越重重 不负而活 我说怎样 太燥热 吃了就便秘 有人说不行 太寒 同样一种东西 有人说太寒 有人说太燥热 你想想看 差异好大 对不对 这种你说它是因为有效无效 难说了 明明就明明有人吃了有效 像这样子才去保留就好 不要太 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那问题就出在于 是不是小笑说大笑 小的笑我说成大笑 是不是一点点影子就说成很严重 这架子这就麻烦了 你要问我这样 我就很难说了 你只能透过一般性的反应来看 那如果弄到你自己实在 你自己都吃了 三个月吃下去了 一公斤都没少 这什么消质 这么糊弄人 脂肪还这么多 这样子 那么好了 那你如果害怕这样子的效果 那又问了人家一下下 觉得不太对劲的话 那确实可以不要做这个动作 不要做这个公司的产品 确实也不要 那好像昨天前几天 我们那个秘书有告诉我 他说他做了一些所谓什么排毒的 这些我都还没吃 他做了排毒 那那那那我说有没有笑 大家都问他说有没有笑 他说看起来有 我说怎样 他说以前我都像谁瘦瘦的 现在我都胖胖 好像就比较吃得下饭这样子 他就这样讲 那你又怎么说 这样讲讲对他有效 所以有些情况真的会就变这样 但我的经验是不会永远有效 他就是在那里 当做保养 如果曾经有效果 后来效果没有发生 你大概也不能说他骗人 顶多就说能力就到这里 调整好了就这样 这里让你参考参考 至于你要不要从事的话 具体的说 以价格跟内部的行为 还有真正国家的验证 或者是你真正看到的事实来做判断 至于你自己都有点怀疑 那我劝你自己试看看 试到一个程度 或者你周边打听看看 如果真的是在怀疑的情况 让你太多了 那我建议你就离开 感受到苦后 怎么有苦入即灭道 怎么样在苦当中修无我 那么的观念 将苦工无我的观念 带入无常生活当中 是这样子的 生活当中观察苦是最容易 苦是什么呢 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愿真慰苦 五因四胜苦 这四种苦是最大的苦 你看哦 生老病死 老病苦也是苦 但有可能你还没感受到 但病苦一定可以感受 有机会你就要感受 但愿真慰爱别离 求不得 这机会你天天才发生 苦你要知道是因为自私 我执 自我感太浓烈 看待事情按照自己的角度 这样造成原因的 那么所以离开放下这个原因 就是一种快乐 就是灭 就是到 放的过程是到 放下来的结果是灭 生活中就是这样观察 所以观察苦是最直接 也最应该注意 我们都有苦 还有身心苦 老病苦 睡不着的苦 这种疾病苦 现在人睡眠障碍 四个有七八个人 好恐怖哦 为什么念佛会想睡觉 急着一大早 没错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习惯于找外在的东西 找外在的东西怎么样 这个贪恋一条龙 念佛一条虫 你就是这种信 我们人就是那种性格 外外瘫的时候怎么样 身心饱满 色香味俱全 一到念佛 没有色香味 你心里面 眼观鼻鼻观心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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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无趣了嘛 无趣 无趣你最熟悉的就怎样 睡觉 就会这样 他习惯会这样 你懂吗 所以要抗衡他 怎么样 洗洗脸 喝个茶 走路边走路边念佛 跪着念 走着念 站着念 到树底下去念 大声念 有很多种方法 不要让他习惯 想睡觉 这也是有验障 但是呢 功不堂圈 你怎么念 怎么立 我告诉你 真的没骗你 哪怕是诵经也是这样 你诵了诵就睡着 跟大家诵经了 这一次有人说 一起诵听 诵都睡着 只有 刚开始 难忘 然后就睡着 最后呢 一起回家 变小三召出烦恼 再醒回来 他说好尴尬 问我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 继续睡啊 那是什么办法 好好过在我们家里 精神百倍的造业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你边睡 你耳朵还是在听啊 你还是惊啊 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得几句 看几句嘛 你讲的毒嘛 毒 受不了了 哭尼啊 哭尼啊 但是不要流口水 流到精尝 精本尝就好了 我就跟他讲 口水要沙掉了 不要这样流 刚开始一定会这样 懂意思吗 不要把标准拿那么高 去做就对了 不要怕 懂吗 灵中昏迷 有方法让其往生吗 真的难 因为昏迷的时候要靠谁 靠他真的死透了的时候 赶快住念 赶快讲开始 死透了就不昏迷了 昏迷是因为还有肉体 他才会昏迷 一死透之后啊 他肉体再大概要消失 变中阴森 变得很清醒哦 要抓住那个机会 跟他讲开始 西藏有什么呢 有所谓的中阴救度 就在讲这个 有课A啊 你听懂吗 当然要减一层 少一节嘛 所以临终前的那个 那个注念效果就很差 对不对 那时候拼后面 拼第二回合 你懂吗 第一回合其实最重要 活着的时候 就把它注念往生最好 要懂吗 懂不懂 很好啊 很好啊 护持中华护生协会 邮政华波 赋名 中华护生协会 华波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195679 012 001 195679 护持护生放生超度 阴生卫生胎儿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举办共修法会 日期2月19日星期六起 时间每周六下午两点至五点 修持不动佛仪轨 恭送月葬经吉祥文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联络电话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6 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 购目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两体文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征义工 联络电话 062716616 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 9Andrew 林省 1号码 国旷夺永大路二段1 大路一段1号码 1号码 ik中协区永大路二段315号码 294号码